有这么一部老剧 没有高科技的画面 也没有刺激的场景 更没有狗血的剧情 但其质朴 纯真 无时无刻击中你的内心 看着看着就会泪流满面 这部剧1974年上映 80年代电视台放过 曾荣获最佳意志片《飞天讲经讲》 如果唤醒你美好的回忆 请在评论区给我一脚 它叫查尔斯 因为搬来森林的人越来越多 造成食物匮乏 它卖掉房子 土地和牛 买来一辆马车 一家五口外加一条狗 前去印第安人的地盘 寻找一块肥沃的土地安家 途中出现一条湍急的小河 查尔斯赶着马车走了下去 汹涌的河水几乎要把他们推翻 挥动着马鞭艰难地前行着 马车里的女儿被吓哭了 狗狗见状跳进河里帮忙 却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 走到一半马而止步不前 把方向盘交给了妻子 立马跳进了河里 差点就被河水冲走 好在死死地抓住车轮 才没有被水冲走 解开了马绳走在前面引路 一前一后齐心合力 把发动机重新打着火 安全地到达岸边 两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赶紧抱成了一团 二女儿劳拉却问狗狗在哪 母亲只关心他们有没有事 玛丽说没事只是有点怕 劳拉又问父亲狗狗在哪 查尔斯找到半夜也没有找到狗狗 失望地回了一句没找到 劳拉认为父母不关心狗狗 赌气走路不坐马车 晚上卡罗林责怪查尔斯 好端端地搬什么家 才四天就闹得全家不开心 查尔斯说不走的话只能勉强温饱 自己只是想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劳拉走过来承认了是自己的错 希望父母不要吵架 这时传来一阵响声 原来狗狗没有淹死 找了主人两天两夜 女儿抱完狗狗又轮到父亲抱 三人泪流满面 温馨的一幕解开了劳拉的心结 半个月的长途跋涉 总算找到一块衣衫傍水的好地方 丈夫弄来木头巨端 妻子用斧子开挖 齐心协力把房间 长期干苦力妻子有点吃不消了 丈夫心疼不已再也不准他帮忙 往后自己一个人完成 有一天找到了一个邻居 答应过来帮忙建房子 这家伙什么都好 就喜欢叫劳拉吐口水 而且和女孩们非常玩得来 和这个跳完舞 又抱起另外一个 一个单身汉对小萝莉如此热情 当母亲的不得不提心吊胆 所以她并不喜欢爱德华 早早地赶女儿去睡觉 劳拉恋恋不舍又无可奈何 房子建好了卡罗林却心乱如麻 往后孩子们该怎么办 没地方读书就算了 而且这样的环境 孩子根本不能健康成长 吐槽完一看到愁眉苦脸的丈夫 马上又笑脸相迎 后悔自己刚才说过的话 丈夫也不介意 总有一天会苦尽甘来 建好了住的房子 又建家处住的地方 劳拉整天缠着爱德华 学她的独门绝技 当母亲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查尔斯上山打猎补充食物 不料被十几头狼追杀 眼看着逃不掉了 赶紧放下猎物找机会脱身 在他们的地盘抢时真不容易 三更半夜狼群过来报复 她守在门口依靠火光 才保住家人的安全 第二天给房子装上了房门 去镇上弄来两头牛 这样孩子们就有牛奶喝了 前脚刚走两个硬帝安人闯了进来 划破枕头把羽毛搞得满屋都是 躲在床底的小女儿当场吓哭了 母亲生怕他们伤害了女儿 拿一盒烟丝打发他们 可他们并不满足 吓得她连连后退 又拿起食物递给他们 他们接过食物又抢走了刀 这才扬长而去 母女紧紧抱在一块都快被吓尿了 查尔斯弄回了两头牛 走路还一瘸一拐 她也就没有跟查尔斯说起印第安人的事 圣诞节那天爱德华提着礼物 差点就被冻死在河里 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扮演圣诞老人 给女孩们送上礼物 一人一个杯子 糖果 还有烤地瓜 这可是方圆百里也挖不到的宝贝 卡罗林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对爱德华的厌恶也就烟消云散 冬去春来 查尔斯买回了庚礼 开荒种地 日子也在一天天的变好 家的方向却燃起了熊熊烈火 不停地用水浇在房子上 房子耐不住高温的灼烤 四处开花 牛兰也跟着燃烧了起来 全家的力量根本无法抗拒这火海 眼看着一片苦心将要化为灰烬 一场及时的大雨 却给了他们死灰复燃的希望 然而灾难并没有平息 屋外鼓声喧天 印第安人不知道在干什么 他拿着喷子守在门口 一刻也不敢松懈 突然鼓声停止 又传来了马蹄声 门打开了进来了两个印第安人 原来是印第安人的酋长 带着一位翻译过来 其他部落的人要将安德华赶出领地 火也就是他们部落放的 而酋长对部落的人说 赶走白人换来的却是被屠杀 从而阻止了其他部落的行为 意思是往后大家和睦共处 查尔斯收起枪跟酋长握手言谢 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一家人无忧无虑 继续开荒离地 播种等地里的庄稼有了好的收场 就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这天来了两个警察 交给他一封文件 原来其他部落的人写信到华盛顿 举报他侵占领土 所以他要离开了 多日的复出一夜之间回到了解放前 爱德华含泪给他们送别 这一家人又踏上了居无定所的日子 男人带着家人漂泊了两年 终于拥有一块七身之地 也没多大才一百英亩 相当于56个国际标准足球场 他白天到镇上上班 用工钱换来木材 晚上挑灯建房 经常工作费寝忘食 只为尽快给家人一个温暖的港湾 入住当天妻女都高兴坏了 这比草原上的小屋好上不知多少倍 房子分上下两层 有两个房间 铺的是木地板 装的是玻璃窗 还有可以上锁的大门 但妻子也明白见这栋房子花光了积蓄 也就没钱购买更离和种子 查尔斯说别担心 自己有办法 于是来镇上的商店设更离和种子 有了收成之后再双倍奉还 本来奥利森打算设给他 但太太根本瞧不起这些乡下人 押住丈夫不给说话 找了一大堆理由拒绝他 没办法他又去了第二间店 发现老板的仓库都快坍塌了 自己正好是木工能手 于是找老板谈合作 老板设给他更离和种子 他帮老板修好仓库的屋顶 老板不愧是做生意的 如一算盘打的啪啪响 又加上了两个条件 每天帮忙把货物搬进仓库叠放整齐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 半个月内完工 而且拿家里的两头牛作为抵押 他别无选择 也就跟老板签下了合约 就这样他每天早出晚归 修屋顶搬货物 成了老板不花钱的奴隶 其余时间全在地里忙碌 天黑完了才回到家 累得他连饭都没吃倒头就睡 妻子心疼不已 而且礼拜天也不休息 妻子做完礼拜回来 看到这一幕非常气愤 其实妻子是在担心他的身体 希望他能好好地休息一下 查尔斯当然明白 不过男人就要多吃苦 这样家人就会少吃点苦头 第二天上班路上碰到医生的马车坏了 他主动帮医生修好了马车 医生为了感谢他 扛着一龙机送给他 想要拒绝但医生死活不愿意 而且木材老板说 病人没钱看病都是给医生送机 而医生根本不会养 劝他帮医生解决这个麻烦 所以他也就接受了 房顶已经修好 货物一到搬进仓库就完工了 于是给自己放了一天假 去郊外野餐好好地陪陪家人 孩子们都高兴坏了 连裤子都跑掉了 在放风筝的时候 突然而来的一阵风把风筝吹到了树上 他沿着大树爬了上去 不料从树上摔了下来 查尔斯的四根肋骨被摔断了 需要静养十天时间 可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三天后就是约定的时间 木材老板说都这样了 有什么事等康复了再说 他跟那位老板谈就行了 就这样妻子扛起了重担 牵着两头牛在地里忙碌 可没想到那位老板知道查尔斯病了 趁他病要他命 拿着合约把牛给牵走了 查尔斯知道这事 不管妻子怎么劝 他再也坐不住 这两头牛可是家里所有的希望 他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到镇上找老板 拿到合约看了一下 才知道老板提前牵走了牛 而今天才是约定的最后一天 他不想多说来仓库搬货 搬完了也就履行了约定 两头牛自然也就回来了 这一幕被木材老板和医生看到了 他受伤的身体根本吃不消 搬了几袋麦子 就从上面掉了下来 两个女儿赶紧冲过来照顾父亲 然后女儿齐心协力搬麦子 而肥头猪耳的老板有些气愤 可他乱乱没想到 自己的所作所为引起了重分 镇上的男人全跑过来帮忙 女孩第一次上学 妈妈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 这是她小时候读书的课本 如今归女儿们了 打包好了午饭 他们走路去镇上的学校报名 哪里像现在需要专车接送 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 父母五味杂陈 小女儿比父母更不舍追了上去 来到学校看到一群同学在玩游戏 两人忐忑不安 当姐姐的拉着妹妹咬牙走了过去 果不其然被同学们重重包围 一个小屁还说他们穿得像个土鞭 当场给他们起了一堆外号 什么鸡鸭狗的 老师摇铃上课才解了围 但这女孩又来捕了一刀 他们走进教室 同学们全都虎视眈眈 老师笑脸相迎他们才没那么害怕 在介绍新同学时 下面一片寂静 老师发火了 同学们才死气沉沉地说欢迎 但这女孩始终一声不吭 因为她只会说这四个字 老师把自己的小黑板借给他们用 等买到了黑板再还给她 放学回家劳拉就一顿吐槽 同学内力讨厌死了 老管她叫乡村女孩 父亲交给她一块钱买黑板 所以来到了奥利森的商店 两个讨厌的家伙 一见到他们一堆外号随口而出 奥利森气得面红耳赤 根本就管不了儿女 姐妹的钱只够买一个小本本和黑板 但还需要一支石板笔 没钱的女孩只摇头 奥利森让他们先拿去用 等你爸进城再付钱 老拉坚决不干 因为爸爸的教规很严格 也就拒绝了奥利森的好意 可是没有笔也不行了 劳拉说父母都没钱了 我们不能要求的更多 怎么办呢 而他们的母亲卡罗琳 拿着一篮鸡蛋卖给奥利森 太太说让我来收 奥利森只能躲到一边 她用兰花纸掀开盖部 发现有两种鸡蛋 棕色的少四美分 白色的正常价收 卡罗琳说有七个双黄蛋 太太说要卖就卖 不卖滚蛋 无奈卡罗琳只能妥协 回到家跟丈夫一顿吐槽 有其母必有其女 她终于明白劳拉为什么这么难过 要好好地出这一口恶气 她又提着一篮鸡蛋来卖 太太用同样的招式来压低价格 不料她带的全是白色鸡蛋 她说棕色地卖给了木材老板 而且价格比这里要高三美分 说完提起篮子就走 卡罗琳看上一匹华丽的布料 太太赶紧递给她一匹麻布说 这才合适你的身份 明显瞧不起她这个乡下人 她坚决买下华丽的布料 气得太太摔门而去 卡罗琳加班加点缝制衣服 天亮时送女儿一人一件裙子 让她们在作文会上更加自信 内力摔仙朗读自己的佳作 每一行每个字都是在炫富 听得老实眉头紧重 母亲却高兴坏了 连眼泪都笑了出来 到了劳拉上场 她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 这篇文章道出了当妈妈的不义 也道出了当儿女的心声 收获现场热烈的掌声 但这些只是劳拉的心里话 纸上的文章不过短短几个字 母亲带着她回到教室 把写的文章交给老师 看完后老师深感愧疚 因为劳拉根本不会拼写 老师说往后彼此再努力一些 相信不久劳拉一定会掌握的 在你眼里这是填饱肚子的麦子 在她眼里这是发家致富的力气 因为她有100英亩的麦子 相当于我们600亩地 于是给上学不久的女儿出了一道题 每英亩产35普世儿 每普世儿可以卖到75美分 一共能卖多少钱 一会功夫两个女儿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这意味着即将苦尽甘来 女儿们总算可以穿新衣服了 妻子的脸上也可以刷腻子粉了 这只张着嘴巴的靴子也该换了 想到这每个人的脸上挂满了幸福 然而夜里变闪雷鸣 吓得不只是轻盘大雨 还有比鸡蛋还要大的冰雹 查尔斯惶恐不安 不管不顾冲出家门到地里拯救麦子 而妻子搂着受惊吓的小女儿 却不知丈夫已经出门 她担惊受怕守在门口 好在查尔斯平安无事 可地里的麦子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夜之间又回到了起点 强忍着眼泪安慰着妻子 失败是成功之母 地里没了希望 查尔斯只能收拾行李外出打工 方圆50里都没有收成 估计找工作的人也不少 也许要去到100英里外才能找到工作 就这样她穿着破烂的靴子 无奈地离开了妻子和孩子 路上结识了同样找工作的杰克 两人结伴而行 一路上有个照应 不久遇到一个鸡肠碌碌的大壮 查尔斯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 为了感恩大壮送他一双靴子 同是天涯沦落人 这温情的一幕打动了杰克 也就不再隐瞒 他跟采石厂的老板很熟 如果不嫌弃可以帮他们找份工作 而且报酬相当可观 虽然有些冒险 但查尔斯别无选择 找工作的人实在太多了 三个臭皮匠来到了采石厂 面试的时候查尔斯忐忑不安 这一锤子下去 如果没打中钢枣 就会把队友给打残废 好在自己干木工出身 每一锤都精准无误 两人互换角色 大壮扛起了锤子 查尔斯首付钢枣 好在大壮手下留情 全都打在了钢枣上 要是被他干一锤子那还得了 两人也就通过了面试 而卡罗林也没有闲着 到地里查看麦子 大部分的麦子都已发霉 不能使用 但仍然有一小部分可以抢救 立刻召集村里的留守妇女 告诉他们一整套 拯救麦子的方法 先到地里将好的麦子绑起来 自然风干 再脱力 需要大家齐心协力 同意地请举手 为了不被饿死 大家纷纷同意 一起到地里忙碌 只有这位大小姐怨天尤人 无论老人小孩全都参与进来 用力甩打麦干使麦子脱力 然后将麦子装进巨大的容器中 上下摇晃进行人工筛选 去掉多余的麦干和叶子 就能得到干净的麦子 然后打包运送到每家每户 不但解决了粮食危机 还有多余的麦子可以出售 年末将至工人即将返乡 老板举办了一场开矿比赛 查尔斯和大壮以最快的速度胜出 拿到了第一名50美元的奖金 两人迫不及待找杰克分享 不料下一秒 就这样杰克化成了一团白烟 查尔斯拿着杰克的薪水和五绪金踏上归土 第一站是大壮的家 一只狗狗兴奋地跑来迎接 而大壮的妻子手抱婴儿冲出来 两人迫不及待地搂在一块 夫妻一日不见如隔三丘 只有经历过才深有体会 下一站是杰克的家 查尔斯把杰克的遗物交给夫人 儿子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之妖头 而夫人抚摸着包神色凝重 儿子跑到一边偷偷抽起 不明白心目中像神一样的父亲 为什么要抛下他 查尔斯不知道该怎样安慰男孩 说自己家跟这里只有十英里 以后会经常过来看他 当然也欢迎他来家里做客 男孩擦干眼泪说 女孩患上肺炎 痛苦地满头大汗 家人全都担心坏了 尤其是爸爸 偶遇到了喝到烂醉的爱德华 女儿见到这家伙一定很高兴 所以不管不顾把他扔进马车 拼命往家里面赶 爱德华醒来后一脸懵圈 查尔斯让他等着 谢王霍带他回家 万万没想到爱德华的臭毛病 竟然成就了一段奇缘 就这样双方记住了彼此 回到家查尔斯摸着女儿的脸蛋 要送他一个小惊喜 然后一个脑袋伸了出来 女孩高兴坏了 以为再也见不到爱德华 紧紧地抱住他 爱德华立马察觉到不对劲 仔细观察确认劳拉发烧了 着急地问查尔斯为什么不找医生 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 查尔斯说医生早就来过了并无大碍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 爱德华这才说起痛苦的往事 他曾经有个幸福的家庭 也有个跟劳拉一样天真活泼的女儿 有一天妻女都得了天花 草原上方圆千里都没有医生 所以眼睁睁地看着妻女死在怀里 她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 后悔带家人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安家 更恨有眼无珠的上帝 两人想到了一个办法 化解爱德华心中的执念 给爱德华介绍一个寡妇 于是查尔斯推荐爱德华到木材厂上班 因为对面就是邮局 被他吐口水的寡妇就在邮局上班 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爱恨交织也就产生了兴趣 卡罗琳给他们的爱情火上浇油 让爱德华每天到邮局看一下 把自家的心带回来 爱德华很乐意 郑愁没有跟寡妇搭讪的理由 所以他一天过来问三次 还故意用酒坛当水壶 当然里面装的是清水 自己干的是高风险工作 试探寡妇会不会关心他 果不其然寡妇趁他不在 悄悄过来窥探酒坛的秘密 当场被爱德华逮个正招 他装疯卖傻说邮局那边没水喝 却把木材老板吓得不轻 一个女人竟然高举酒坛倡议 简直震碎了自己的三观 爱德华又想到了一个绝招 让劳拉帮忙写一封信 而且用香水喷得香香的 中途将邮局的车拦了下来 自己给自己寄了一封信 这封信也就到了寡妇手上 闻了一下香气扑鼻而至 心里嘀咕着到底是哪个狐狸精 居然还会看上爱德华 窗外的爱德华突然问候一句 把他吓了一大跳 赶紧把信地给了爱德华 他坐在窗边拆开信件 看着两张白纸读得津津有味 寡妇时不时地偷瞄他几眼 他也装模作样的像是再读着情形 寡妇觉得再不出击 恐怕就要当一辈子寡妇了 于是下班又跑过来喝水 放出话跟他一起到查尔斯家吃饭 他顺势回应一句干脆到你家吃吧 但彼此都还没有了解对方 怕人家说闲话也就到了查尔斯家 查尔斯拉着小提琴给他们半月 跳着跳着就跳到了寡妇家门口 只是送他回家而已 并没有那么快修成正果 两人相约好明天一起去钓鱼 不料劳拉用了爱德华的香水 寡妇也就明白了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往后轮到寡妇一天跑来喝三五次水 还把爱德华弄回家吃饭 不过得知爱德华不到教堂做礼拜 她的脸色大变 两人根本不在一个频道 也就拒绝了爱德华的约会邀请 卡罗林得知这事 试图打开爱德华的心结 不去做礼拜 这不是在惩罚上帝 而是拿过去的事情折磨现在的自己 不给未来任何空间 听到这些爱德华苦思了一夜 第二天她来到教堂 扫了一眼人群 找到了寡妇特意为她预留的位置 这是一百多年前美国的乡村学校 她十五岁了才有书读 全班就属她最高大威猛 老师偏偏把她安排在最前排 因为这样她能学得更快 但同桌好像不欢迎她 却有个女孩一直盯着她看 老师叫她上讲台朗诵课本 劳拉毫无反应 他拿着课本读着田野的风光 眼睛仍然盯着约翰看 似乎再读给她听 可约翰满脸嫌弃 扭头将目光扫向女孩的姐姐 但玛丽并不给她好脸色 她失望地低下了头 放学的时候 劳拉硬是拉着约翰同行 玛丽不愿意又无可奈何 当姐姐的可谓操碎了心 劳拉跟约翰没聊上几句 约翰就显得不耐烦了 走过去跟玛丽喋喋不休地聊了起来 劳拉被气得直摇头 晚上她问起妈妈和爸爸是什么时候谈的恋爱 妈妈说当时不确定爸爸是否喜欢她 所以主动出击邀请爸爸去野餐 爸爸说我不介意 在那次野餐中发现彼此秩序相投 她躺在床上无法入眠 问姐姐觉得约翰怎么样 姐姐说啥也不是 她却觉得约翰像爸爸 姐姐说拉倒吧 根本没法比 她睡不着又跑来问爸爸 当时妈妈邀请她野餐食是怎么想的 爸爸说如果我不同意 妈妈会心碎而死 同时也希望她是个好厨师 掌握这些她亲了爸爸一口 心有成足总算睡得着了 第二天放学老师留下约翰擦黑板 同学们都走了 劳拉坐在原地盯着约翰 有些话始终不敢说出口 老师问她怎么了 她才回过神来 祝老师周末愉快赶紧溜了 但她还是不甘心 让姐姐等她一下 冲回教室邀请约翰明天去湖边野餐 也不等约翰回应说完就溜了 约翰一脸蒙圈看向老师 老师微微一笑看出了劳拉那点小心思 他想到约翰没有回应又折返回去 说自己是个好厨师 再问他接受邀请吗 约翰的回复跟爸爸一模一样 心里更是乐开了花 一回到家就抱着爸爸致血 爸爸和妈妈又是一脸茫然 第二天早早地在湖边等着约翰 等了半天从不穿鞋的家伙这才出血 上来的第一句话就问玛丽怎么不在 劳拉的心凉了半截拉着她去钓鱼 然后感叹此情此景的美好 试探双方是否志趣相投 可没想到这家伙在睡大觉 回他一个字都算烧高香了 就这样一人一狗 收获了几条鱼回家了 然而第二天约翰来了 他高兴地甩下装鸡蛋的篮子 火速往家里面跑 爬上二楼 来到房间 用口水涂抹在头发上 精心打扮出来迎接 但他又失望了 约翰不是冲他来的 而是来拜玛丽为诗学单词来的 他当然明白约翰的真正意图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爸妈的也就明白了 劳拉是怎么回事 卡罗林专程来找老师 老师也看出了劳拉的不对劲 最近学习成绩也退步了不少 不过两人根本就管不了 只有靠劳拉自己走出困境 但事情越演越烈 劳拉跟姐姐闹翻了 回家的路上都是一前一后 而约翰始终缠着玛丽 劳拉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甚至在家里吵了起来 妈妈把他拉到一边 抽丝剥茧打开女儿的心结 有时候逼着改变自己 拼命去讨好一个人 这是错误的 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放下 不出几天又和姐姐杠上了 责怪姐姐是在诋毁约翰 跑来湖边偷偷地抹眼泪 爸爸追出来递给他手帕 他将心中的苦恼倾土而出 爸爸说等劳拉长到了18岁 就会有一百个比约翰好的男生 当初你的妈妈就是这样 老人的生活有多无奈 这两位奶奶住在一起 相互解闷 相互关心 相互治愈 可一封书信的到来 却打破了所有美好 80岁的生日 纵然子孙满堂竟无一人回家 信件从他手上慢慢滑落 最后掉在了地上 老奶奶伤心过度去世了 旁边的奶奶发现后伤心不已 就这样化作了一泡黄土 可笑的是家人全都有空回来参加葬礼 奶奶站在远处一顿吐槽 劳拉觉得这太没人性了 这句话击中了奶奶的痛处 回到家抱着三个孩子的照片 背感思念 眼泪一点一点打湿了眼睛 没出几天奶奶就一病不起 医生就有点纳闷了 竟然查不出半点毛病 奶奶有气无力地安排着身后室 请求医生通知家人回来 还有查尔斯帮忙请神父办葬礼 这是将死之人最后的请求 两人当然不能拒绝 可没想到两人刚答应 奶奶直接从床上蹦了起来 静止跑去打开窗户 两人被气炸了 拍桌子不干了 痛斥奶奶的行为犹如上帝 奶奶说要改掉这个愚蠢的习俗 只是想在生前见一下所有家人 有些孙子孙女她见都没见过 孩子一年一两次的来信 说的全是这些话 尤其是小儿子 参军十五年咬无音讯 是生是死自己都不知道 只有举办葬礼 他们才会回来 因为不来这是罪过 两人听完眼睛红红地 再也无力反驳 奶奶嘱咐查尔斯不要吝啬开支 要举办盛大的守灵仪式 卡罗林得知这是要亲自去说服 不按套路出牌的老奶奶 这俩妇女的动作很有意思 女儿跟着父亲有样学样 守在外面静候卡罗林的消息 结果卡罗林大败而归 心甘情愿帮奶奶做生日蛋糕 举行守灵仪式那天 全村的人都来了 卡罗林精心备好了生日蛋糕 有些人就感到非常好奇 人都死了还做什么生日 卡罗林懒得跟他解释 转头走进了房间 请示奶奶下一步计划 奶奶盖上了黑纱 出来偷听人们对她的评价 基本上人们都给她点赞 第一个到场的是奶奶的女儿 带着丈夫和几个外孙 跟乡村们一顿酗酒 奶奶高兴地合不拢嘴 总算见到了所有外孙 第二个到场的是大儿子 虽然她单枪匹马 但这些年来都是她在 负责奶奶的生活开支 能见到她奶奶当然很高兴 蜡烛烧过了一大半 仍然没有等到小儿子回来 奶奶的心里非常失落 打算将真相公诸于众 小儿子却突然出现 当姐姐的一把将她搂进怀里 诉说着多年不见的思念 还有兄弟之间的重逢 家人总算全部到齐 奶奶终于揭开了面纱 愤怒地问候了一句 现场全都安静了下来 怎么突然间就诈尸了呢 大儿子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她说等一下再找你算账 将矛头对准了小儿子 责怪她忘恩负义 怎么能忘记自己的母亲 还以为儿子死在了战场 15年来自己流了多少次眼泪 都没有等到半点消息 如今我死了你才跑回来 女孩走路一瘸一拐式的高低脚 同学们都排斥她 不愿意跟她玩游戏 她满脸不甘心默默地坐到一边 却又无可奈何 但她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明知道同学内力邀请她参加生日派对 不过是为了敷衍了事 就算爸爸不让她参加 怕她受到同学们的冷嘲热讽 可她坚决要去 没想到这次聚会将会彻底改变原生 她安静地坐在角落 看着内力去迎接刚来到的同学 姐妹送她一束花作为生日礼物 中间的女生送她亲手做的玩偶 内力当场就把礼物给丢了 三人又气又恨只能相互安慰 内力拿出妈妈送的洋娃娃出来晒 声称这才叫礼物 直接把劳拉看呆了 伸手去抚摸洋娃娃的布料 内力妈妈闻讯而至 抱起洋娃娃心疼不已 不分青红皂白当场训了劳拉一顿 将所有人扫出了家门 完全不管劳拉摔倒时扭伤了脚 奥利加搀扶着她 劳拉问她的脚是怎么回事 她说天生就是这样 劳拉觉得她挺可怜的 又没有同学跟她玩 也就带她到河边摸龙下去了 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也就玩到了一块 之后奥利加蓬头散发回到家 跟奶奶分享交了一位好朋友 奶奶都替她感到高兴 但父亲不相信 认为同学把她安排在角落 一如既往地排斥她冷落她 劳拉父母得知女儿在派对上吃了亏 所以举办派对弥补小小的心灵 有女儿们自主邀请同学到家里来玩 两个小家伙高兴坏了 要把女同学全都请到家 因为劳拉要展开一个天大的计划 劳拉腿脚不便由姐姐邀请奥利加参加 而劳拉请爸爸帮个忙 有一次他看到奥利加一只脚踩在木板上 另一个脚在地上 走起路来竟然不瘸了 也就是说给奥利加订做一只高一点的鞋子 就能跟正常人一样走路 爸爸答应了 专程过来把这件事告诉奥利加父亲 可没想到男人却是这样说的 查尔斯看到一瘸一拐的奥利加 无法做到坐视不管 请求男人给他一双女儿的鞋子自己来做 男人更恼火了再多说一句 就把他脑袋给开花了 查尔斯跟妻子一顿吐槽 怎么也想不明白 天底下竟然会有这样的父亲 这时奶奶带着孙女过来 希望查尔斯不要责怪自己的傻儿子 其实儿子很爱奥利加 自从奥利加的母亲去世后 他只想保护奥利加 甚至不让女儿去上学 说完把鞋子交给查尔斯 说干就干 查尔斯用木板测量出合适的高度 加班加点赶制出一只鞋子 因为答应过劳拉要在派对前完成 可不能让女儿失望了 举行派对当天奥利加穿上这只鞋子 果不其然走起路来和正常人一样 奥利加被感动到一塌糊涂 一头扎进了查尔斯怀里 紧紧地抱着如同再生父亲的查尔斯 这一幕让家人都忍不住抹眼泪 然而奥利加父亲摩拳擦掌找上了门 说查尔斯多管闲事 上来就想送他一个盒饭 还没等查尔斯解释就被死死包吐 放倒在第一顿猛锤 屋外的女孩们玩着游戏 传来了欢乐的打闹声 男人看到这一幕 简直难以置信女儿竟然可以跑起来了 而且完全融入了朋友圈 男人老泪纵横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一家人很奇怪 每个人都是一脸坏笑 就连小女儿也是如此 唯有妈妈被蒙在鼓里 赶紧问发生了什么 爸爸憋不住了说给妻子放几天假 两人去度第二次蜜月 妻子说开什么玩笑 这三条话鼓笼怎么办 女儿纷纷说你就放心去旅游吧 家里的事他们全包了 连小女儿也表示赞同 这一幕让当母亲的更加不舍 但查尔斯早就料到这一点 已经跟格雷斯说好帮忙带几天孩子 卡罗林只能妥协 查尔斯去接格雷斯过来 不料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 格雷斯喉咙不舒服 说话的声音就像鸭子在叫 没办法旅游计划也就泡汤了 卡罗林并没有感到失落 反而很开心 这时爱德华吹着哨子来了 三个女孩立马跑过去 求着他成全父母这桩旅游美事 爱德华怎能忍心拒绝也就答应了 跟两人打包票 一定会好好照顾三个孩子 让他们放心去旅游吧 就这样两人踏上了旅程 爱德华全然不知噩梦开始了 第一顿饭就搞得他头大 不管怎么哄小女儿就是不张嘴 爱德华洗碗的招式也是很别致 放到桌底给狗狗舔的一干二净 然后将盘子过一次水就算大功告成 还问孩子们需要干什么活 玛丽说还要割草喂牛 爱德华走后 劳拉立马拿着他刚洗过的盘子 刷了又刷 然后用毛巾擦干水分 这才算完工 爱德华打着哈欠回来累得像狗一样 姐妹让他先讲个故事 还要做完祈祷他们才能睡觉 讲故事就免了 让他们赶紧做完祈祷 但这还没完 还要亲吻他们的额头 到晚晚安这才算结束 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不料三更半夜 小女儿又哭个不停 赶紧起来问她怎么回事 是不是肚子饿了 小女儿说是的 没办法只能给她弄吃的 可没想到弄好了饭 人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在房子里面一顿着 结果发现在床上睡着了 这顿饭又便宜了狗狗 卡罗林做梦都在想家里的鸡蛋还没收 查尔斯一顿安慰才让她安静下来 早上姐妹上学迟到了 因为爱德华没叫他们起床 日晒三单爱德华才起来洗被单 刚想挂上第二张晒单 不料第一张却被小女儿扯掉在地上 又白干了 又得重新洗 这个麻烦今一刻也没消停 爱德华总算是服了 而这两人小日子过得相当舒适 下馆子 逛商场 看歌剧 除了夜里会想念孩子 其他一切安好 爱德华可就惨了 小女儿硬是要听故事才肯睡 劳拉教给她一本故事书 可她大字不识一个怎么办呢 她把书还给劳拉 要考考她识不识字 劳拉接过书也不拆穿她 翻到一个短篇故事读了起来 没想到故事还没讲到一半 爱德华这家伙竟然睡着了 夜里电闪为明 劳拉想到了鸡蛋还没收 两人来到了鸡窝收鸡蛋 鸡叫声惊醒了爱德华 以为家里来了偷鸡贼 抄起喷子要把他们给灭了 好在姐妹回来得早 要不就酿成了悲剧 爱德华扛着桶接水 凝视着被崩开的屋顶只腰头 第二天有活干了 正修着屋顶小女儿又不见了 从上面爬下来到处找 找了很久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 也没有看到小女儿的影子 她急坏了坐在床上 明想到底会在哪 姐妹放学回来 却看到妹妹在屋顶上面 这下担心坏了 生怕妹妹从屋顶掉下来 爱德华驮着小女儿逗她开心 姐妹刚回到家也骑了上去 还没走几步 咔嚓一声发动机报废了 女孩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她说这条老妖第二次被伤到了 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 让女孩们保密 不要让爸妈知道这件事 那样爸妈会很不开心的 老拉提着鸡蛋来卖 却看到爸妈回来了 她求奥利森帮忙拖住爸妈 火速往家里面赶 立马收衣服 打扫卫生 给妹妹换身干净的衣服 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舒西打扮好冲出来迎接爸妈 爱德华扶着木桶满头大汉 强颜欢笑 苦苦支撑 总算毫无破绽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却得到了这个奖励 打在老腰上差点要了她的命 最后灰溜溜地跑了 从没见过这样的熊孩子 拿着一条舌下的女生仓皇而逃 连马都被舌下到了 仰天嚎叫急迟如箭 老师想要控制车速 但毫无作用 一个颠簸将她甩飞出去 翻了几个跟头当场摔断了腿 所以镇上最有威望的人们 专程过来请卡罗林出山 重操就业接替老师一职 直到老师康复为止 本来卡罗林不想干的 但奥利森太太并不相信她的能力 而且会偏袒自己的两个女儿 卡罗林咽不下这一口气 众人表示热烈欢迎 只有太太显得非常蔑视 晚上卡罗林始终有些担心 毕竟这么久没教书了 质疑自己是否能让奥利森太太打脸 查尔斯给她加油打气 她的信心直接拉满 第二天就遇到了难题 给同学们打招呼 下面却一片寂静 有个学生质疑她的能力 根本不配当她的老师 卡罗林没有生气 好生好气地问她最擅长什么 男孩炫耀着说打棒球 从来没输过 也没有一个人比她打得远 那好 卡罗林就跟她比这个 叫上所有同学到外面见证 男孩率先打出了好成绩 洋洋得意让老师上场 没想到卡罗林一棍子 将球打到了十万八千里 所有人当场哑口无言 全都被惊呆了 也就相信了老师 回到课堂抽查朗读课本 好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 当轮到亚伯时 她却哑口无言 同学们都在嘲笑她 亚伯受不了冷嘲热讽 当场离开了教室 女儿这才告诉她亚伯根本不识字 也很少来上课 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才第一天就弄丢了学生 卡罗林心里无比自责 前来跟摔断腿的老师请罪 老师说这不是他的错 而是亚伯非常自卑 觉得输给一帮小屁孩 很丢脸也很干大 所以逃出了学校 掌握这些信息 卡罗林来做家访 第一步说服亚伯的父亲 支持儿子完成学业 第二步劝亚伯重返教室 发现亚伯有一门好手艺 能捏出五花八门的艺术品 就从这一点入手 夸赞她能做出栩栩如生的手工艺 又有什么事能难倒她的 这句话唤醒了亚伯的信心 也就答应回来上学 在亚伯回来前 卡罗林做足了准备 召集学生问第一个问题 亚伯有没有伤害过你们 同学们纷纷说没有 第二个问题愿不愿意帮助亚伯 同学们都说愿意 第三个问题 你们想不想当亚伯的老师 同学们都说想 就这样卡罗林将力量凝成一团 课堂上又回到了学前班 从最基本的字母开始 一人拿着一个字母 一边展示给亚伯看 一边大声朗读发音和祖词 亚伯也就跟上了节奏 第一次在课堂开口 卡罗林感到非常欣慰 卡罗林提着鸡蛋来卖 这一次太太笑脸相迎 主动把回收价提高了四美分 卡罗林有点不解难到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原来太太想让女儿内力来当班长 才故意提高回收价讨好她 卡罗林说监管工作更适合内力 因为这个职位专为不爱学习的人而设 太太一听就不爽了 也就对卡罗林怀恨在心 所以来到教室指责卡罗林教的什么玩意 让她去教幼儿园好了 这些话伤到了亚伯的心 觉得自己成了老师的负担 再次离开了教室 卡罗林的一片心血毁于一旦 在黑板上留下同情心三个字 问在场所有人懂不懂其含义 被气得罢工回家不干了 因此镇上德高望重的人 又跑来请她回去 躲在奥利森身后的太太 却没有这个意思 也没有听到一个字的道歉 所以她也就拒绝了 跟丈夫一起磕爆米花她不香吗 为什么要回去受这窝囊气 太太以为自己很牛逼 亲自担任老师一职 摇了半天上课 林一个孩子也没来 责怪自己的两个话骨龙 怎么没通知其他同学上课 卡罗林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亚伯 原来是查尔斯让她在这里等的 但不管卡罗林怎么劝 亚伯铁了心不回去学校 为了补偿老师 做了一套字母送给她 求她回去继续当老师 不管亚伯怎么劝卡罗林都不回去 两个人一样的固执 因为卡罗林在等亚伯说这句话 在卡罗林的悉心指导下 亚伯的成绩突飞猛进 不但学会了拼血 还主动举手回答问题 成为了班上最努力的学霸 老师康复了卡罗林 也就退出了江湖 亚伯念着感恩性欢送她离开 女孩放血回家 却发现草丛藏有一只浣熊 一旁的狗狗狂叫不止 似乎在提醒女孩不要管她 可女孩不管不顾把浣熊抱回家送给了妹妹 却不知不久将闯下弥天大火 爸爸刚回家看到浣熊脸色大变 这玩意可不是阿猫阿狗 不同意劳拉拿来当宠物养 此言一出家人全都闷闷不乐 身为一家之主这可是死罪 所以也就同意女儿留着浣熊 但有一点不准浣熊进家 要将她关在杂物房 从此劳拉跟浣熊寸步不离 用家里的鸡蛋投喂 浣熊也似乎能听懂她的话 被冷落的狗狗也就不爽了 老子为了这个家差点连命都没了 却被你这熊小三拳搞乱了 看我不要死你 没办法人就是这么臭不要脸 有了新欢就会忘了就爱 有一天全家都去做礼拜了 浣熊偷偷溜出来见鸡就抓 把鸡吓个半死四处逃命 搞得家里鸡犬不宁 甚至从窗户钻进了房间 在厨房到处翻箱倒柜 守在家门的狗狗竟又进不去 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们回来了以为狗狗在发神经 劳拉率先打开家门 浣熊趁机逃了 他将目光扫向里面吓得他也跑了 查尔斯气炸了拿一个麻袋 将浣熊打包 骑上马车送浣熊上路 纵然劳拉有万般不舍 却又无法挽留 走了很远终于停了下来 解开袋子让浣熊回归自然 可没想到马鞍当放好 却发现浣熊比他还要快 早就回来了 还给他行了个大礼 查尔斯再赶走他良心上也过不去 于是坐了个笼子把他关起来养 狗狗又不爽了 小三又回来了 对着他一顿狂喷乱叫 浣熊也不是个擅长 咬了一口劳拉 冲出笼子和狗狗决意高下 抓伤狗狗之后逃走了 劳拉赶紧追出来寻找浣熊 只有玛丽关心着狗狗的伤口 劳拉求姐姐保密不能告诉爸妈 那样他心爱的浣熊就永远不能留在家了 姐姐扭不过也就答应了 晚上浣熊冲进鸡窝大开杀戒 鸡的惨叫声伴随着狗叫声惊醒了所有人 查尔斯看到满地死鸡愤恨难平 到处搜寻浣熊的踪影 刚伸出个脑袋浣熊突然冲了过来 查尔斯抄起二师兄的兵器 捅了浣熊无数个窟窿 劳拉后悔不已 责怪自己给浣熊投喂鸡蛋 酿成今天死了好几只鸡的局面 但这只是小儿科 查尔斯说死去的浣熊有狂犬病 而玛丽说过浣熊抓伤了狗狗 所以要将狗狗拴起来静观其变 第二天玛丽看到狗狗被拴着 想要帮他解开绳子 查尔斯立马阻止他 告诉玛丽以后要远离狗狗 浣熊抓伤了狗狗可能得了狂犬病 这一刻玛丽终于绷不住了 哽咽着问爸爸抓伤人会得狂犬病吗 爸爸说会的 医生仔细看过了伤口 用意把糖浆劳拉片了出去 然后对家人说潜伏期在一个月内 狗狗会比人先发作请留意观察 往后的日子一家人都在担惊受怕中苦苦煎熬 狗狗的每一次叫声都能把他们的心给撕碎 妈妈不撕茶饭跪在十字架前 祈求上帝保佑劳拉平安无事 而劳拉也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不管未来的结局怎样 都希望姐姐不要有任何内疚 这时狗狗不停上跳下窜狂叫不止 种种迹象表明狂犬病发作了 查尔斯拿起老家伙 心中纵有万般不舍却又无可奈何 走进了狗狗仍然狂叫不止 他慢慢地打开保险 狗狗闻讯躲到后面摇尾起连 发出阵阵求救的尼南 查尔斯还是把枪对准了他 正想扣动扳机 身后一只浣熊突然出现 做出了这个熟悉的动作 查尔斯当场热泪纵横 总算松了一口气 放下枪力马跑回家 把这好消息告诉家人 原来之前杀死的是另外一只浣熊 而不是劳拉收养的那个 也就是说劳拉平安无事 这太太一看就不是好人 竟然提出要给教堂送个大钟 而且外加一块自家的牌匾 村民一听就不爽了 教堂的一砖一瓦都是大家奉献的 难道还有人想把教堂占为己有吗 但有些村民表示支持太太 因为大钟昂贵 咱们农民也凑不出钱 所以造就了两边岛的困境 太太想多拉些人支持自己 问老师赞成自己的做法吗 老师说当然赞成 教堂和教室都是同一所房子 以后上课就可以用上大钟了 没想到太太当场发飙了 因为一个大钟村民们都闹翻了 以后也不来教堂做礼拜了 甚至孩子们都站在父母的立场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玩在一块 但有一个人想到了解决办法 他是个修钩补盆将 而且还是个哑巴 看琼斯怎样挽救村民之间的关系 他每天做一些工艺品送给孩子们 把村里的孩子都吸引过来 因为孩子的父母立场不同 孩子自然就会产生争执 他趁这个时机拿出两个士兵相互厮杀 又拿出一对小的继续互相伤害 意思是想告诉孩子们 孩子们意识到这是错误的 也就主动道歉 相互体谅 孩子们的心领成了一团 琼斯展开了下一步计划 在铁板上画出一个大钟 他需要孩子们帮忙一起打造 但内利要把这个计划告诉母亲 玛丽和劳拉立马回击他 如果告诉母亲以后再也没人跟他玩了 内利无话可说也就加入了阵营 琼斯画出一张分工合作的工程图 有锯木取柴的 也有收集材料的 还有烧炉熔铁的 齐心协力就能打造出大钟 于是孩子们除了上课 其他时间到处搜寻柱中材料 什么破铜烂铁 过碗瓢盆 小镇上只要是金属的东西 全都一扫而空 有些孩子帮忙搭建熔炉 建造大钟的模具 也有些孩子聚目取柴 准备好熔炉所需要的柴火 开炉当天教给孩子一个不知名的力气 把熔炉加热到合适的温度 将收集的材料放进去融化 但熔完了所有锅碗瓢盆 铁水的分量远远不够 琼斯一咬牙将所有珍藏多年的金属艺术品 全部扔进了熔炉 但铁水还是不够 孩子们健壮全都跑回家 把自己的金属玩具全都拿来 甚至挂在牛上面的小铃铛也不放过 将收集到的玩具一并扔进了熔炉 总算凑足了铁水 敲开熔炉的盖子铁水喷涌而出 沿着木制的高速公路 流进了巨大的模具当中 冷却过后孩子们满怀期待 一起见证辛苦付出的劳动成果 一个崭新又结实的大钟诞生了 孩子们纷纷拍掌称快 晚上琼斯独自一人 利用滑轮把笨重的钟挂到教堂门口 第二天一早教堂传来了钟声 谁破坏了他的好事 一旁的孩子笑而不语 所有人纷纷跑来教堂 有些人问是谁付的钱 也有些人问是谁在搞收藏 玛丽站出来说这全是琼斯的主意 这样村民之间的争执就会停止 就能回到以前一样相亲相爱 听到这挑起事端的两个家伙 相互对视惭愧不已 琼斯解释这不单单是自己的意思 也是所有小朋友的心声 没有孩子们的辛苦付出 自己一个人根本无法打造出这个钟 所有人都看向自己的孩子 连孩子都懂得本事同根生相间和太极这个道理 而作为家长羞愧难当 请求牧师带领大家重返教堂 为自己犯下的过错忏悔 这是一百多年前美国的乡村学校 老师特意设立一个大奖 愿意参加考试的同学 得分最高者将获得这本厚厚的字典 同学们都高兴坏了 尤其是玛丽这双迷人而坚定的眼睛 这本字典非她莫属 回到家跟妈妈打包票 自己一定能拿下这个奖励 妈妈却是这样说的 她跟老师借了一本历史书 争分夺秒的复习 拿着这本说爱不是手 在回家的路上看 妹妹睡觉了她还在看 灯光影响到妹妹无法入睡 所以等到妹妹睡着后偷偷爬起来 提着油灯到骨仓继续复习 然而不知不觉睡着了 一个翻身把油灯踢翻在地 瞬间点着了干燥的麦干 一旁的马发出了吼叫声才把她叫醒 看到眼前燃起的大火她心急如焚 迅速用棍子把油灯甩到一边 不料油灯又把另外一边点燃了 吓得她赶紧跑回家喊妈妈 爸爸刚出差就搞出这么大阵仗 妈妈也被吓到了赶紧让女儿去打水 然后冲进火海将牛马解救出来 狗狗坐在地上爱莫能住 最后三人齐心协力把火给扑灭了 玛丽的心里充满了愧疚 哭着给妈妈道歉解释 可是气在心头的妈妈 根本就不听她的解释 游生以来第一次冲她发火 还要把这件事告诉老师 但第二天冷静下来妈妈又给她道歉 这让玛丽的心里更加难受 她只想弥补妈妈 尽可能帮妈妈多干些家务 却在燃烧过后的残垣中 找到那本毁了一半的历史书 这可是跟老师借的书 她答应过老师要好好保管 这下该如何是好 隔天发现奥利森的商店在招工 得知每周有50美分的报酬 干三周就能买一本历史书 回到家跟妈妈商量这时 妈妈允许她到商店帮忙 但家务活不能落下 作为对火烧骨仓的惩罚 另外还要她保持学习成绩 就这样除了上学 她就到商店帮忙 回到家还要帮忙干家务 一直忙到睡觉时间才能停下 她顾不上休息熬夜 做作业和复习 妹妹见她可怜劝她放弃考试 她说老师对她寄予厚望 自己不能辜负了老师 再说了考试拿到了第一名 妈妈也会很自豪的 时间长了她累得无精打采 上课都在打瞌睡 考试时间迫在眉睫 总算熬过了艰难的三周 拿到了报酬买下历史书 把崭新的书归还给了老师 还把多出来的50美分报酬给了妈妈 这让妈妈非常疑惑 但那三周才这么点报酬 这个理由妈妈当然不信 第二天跑来质问奥利森 才得知女儿买下了一本历史书 这一刻才明白女儿的苦衷 自己不帮女儿解决问题就算了 反而给女儿落井下石 害女儿受了那么多的苦 她来到学校问劳拉姐姐在哪 劳拉说在里面考试 她走进教室看着女儿掉着眼泪 也就明白女儿已经尽力了 果不其然在公布成绩的时候 那本字典被搬上一个男生拿走了 玛丽掉着眼泪心如刀割 当场逃离了学校 躲在一棵大树底下偷偷地抹眼泪 而妈妈脸带微笑向她跑来 她这颗受伤的小小心灵 也急需一个温暖的港湾 她一口气生下三个女儿 如今又怀孕了 丈夫得知这是激动地哭了 一把将她搂在怀里 这一次她一定会为丈夫绷出个儿子 但二女儿劳拉不开心了 爸爸一口一个儿子看着就烦 倒希望妈妈怀上的是妹妹 她该怎样引起爸爸的重视呢 第二天她故意跟爸爸说完男生的游戏 她打败了所有男同学 大家都说她是个假小子 到了生产那天 查尔斯紧张地握拳擦掌 这时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她守在门口无比激动 这温馨的一幕让女儿都很开心 唯有劳拉助力在门口闷闷不乐 劳拉故技重演主动帮爸爸扛面粉 以证明自己是个男孩子 可是爸爸总是视而不见 夜里卡罗林想搂一下丈夫 却搂到查尔斯的香港脚 原来这家伙三更半夜不睡觉 抚摸着儿子的小脚压入了迷 两人的脸上都挂满了幸福 到了儿子洗礼那天 奥利森太太来给他们祝贺 但往往狗嘴吐不出象牙 不久小儿子身体逐渐衰弱 乡村医生查不出半点病因 责怪自己就是个废柴 查尔斯安慰着妻子 明天带孩子到大城市看病 一定会有办法的 睡觉前大女儿给弟弟祈祷 希望上帝帮助弟弟渡过难关 而轮到劳拉祈祷 却对弟弟只字不提 姐姐就有点纳闷了 问他在搞什么飞机 第二天暖心的查尔斯铺好了软座 好让手抱婴儿的妻子坐得舒服些 三人踏上了求医路 但很不幸医生见过无数病例 孩子血液中的红细胞急剧下降 已经无力回天 查尔斯抽气着问孩子会走得痛苦吗 医生说不会 他会睡觉的 医生走后两人抱成一团悲痛欲绝 就这样三个人去 只有两个人回来 不用说家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玛丽止不住问了一句 劳拉坐在河边喃喃自语 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弟弟 他避开家人独自来教堂 问牧师上帝是不是万能的 牧师说如果你努力祈祷就有可能 他冲出教堂找爸爸 以前玩过的游戏全都要来一遍 爸爸当然有求必应 如今他对女儿们的爱与家炙热 却忽略了劳拉说这些话的意思 晚上劳拉留下一封书信 说自己干了一件坏事 要去寻找上帝弥补过错 狗狗看着小主人离去的背影 趴在门上发出恋恋不舍的呢喃 早上爸妈看过书信 到处找不到劳拉的踪迷 问玛丽这是怎么回事 劳拉到底说过什么 玛丽这才说出之前祈祷那件事 劳拉认为爸爸只在乎弟弟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查尔斯终于搞懂是怎么回事 让玛丽好好照顾妈妈 对妻子说不用担心 一定会把劳拉安全带回来 她去了劳拉常去的地方寻找 也问遍了所有的邻里街坊 都没有劳拉任何消息 她找到爱德华帮忙 骑着马阔大地狱搜寻 因为牧师说过你离上帝越近 她就越有可能倾听 所以劳拉盯着一座山信以为真 天黑了查尔斯一无所获 返回家给油灯加好了油 继续和爱德华出去寻找 第二天劳拉在山上醒来 发现身上多了一件外套 一个站在阳光下的男人问她睡得好吗 劳拉以为她就是所谓的上帝 乔纳森说不是 只是给她熬了点粥喝 乔纳森一步一步套她的话 也就搞懂了她为什么会来这里 于是做了一个十字架送给她 并且在上面刻下劳拉的名字 然后带她到河边洗澡 一不小心十字架掉了 沿着河水被冲走了 查尔斯找了两天两夜也没有半点消息 估计劳拉已经遭到不测 想到这她再也绷不住 爱德华看着她自己也在偷偷地抹眼泪 不过不到最后一刻他们都不会放弃 打算往下游继续寻找 无意间看到一个十字架 上面正好写着劳拉的名字 她高兴坏了拿着她跑来给爱德华看 找了这么久总算有了一点头绪 两人立刻沿着上游寻找 乔纳森给劳拉出了一个办法 找一些柴火升起浓烟 或许上帝就能看到她的诉求 查尔斯他们看到了白烟 沿着大山找了上去 不久劳拉看到了他们 立刻想要躲起来 乔纳森一把抓住她 告诉她上帝已经做出了回应 所以她派爸爸过来 因为她知道你爸爱你 不然你爸又怎么会找到你 当劳拉想要感谢乔纳森 奇怪的是山上都找遍了 也没有发现乔纳森的身影 劳拉更加坚信 这就是上帝给她的回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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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